猫咪常见眼睛疾病有角膜炎、睫膜炎、泪异症、白内障等 角膜炎、杂乱的睫毛和外伤都会导致角膜炎症 因为角膜与外界直接接触,所以感染的可能性更大 睫膜炎由于细菌和病毒感染、创伤、过敏、药物或植物刺激、垃圾、灰尘等 泪异症、泪液分泌过多或泪到阻塞,这只猫突然流下比平时更多的眼泪,应该引起注意 白内障,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,水晶变得白色和不透明 经常在老猫身上发现,猫咪眼球的结构比较复杂 有时候会单纯因为眼睛的问题影响全身 建议到宠物医院购买洗眼器具,帮猫咪定时洗眼